最近俄罗斯人就尝试异高人胆大 将座舱盖提前拆卸 让自己的第五代战机苏-57在超音速状态下 测试无舱盖飞行 结果到底怎么样呢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当地时间10月5号 北京时间10月6号凌晨的消息显示 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天公开展示了一段视频 视频的主角就是俄罗斯的第五代隐身战机苏-57 而视频内容则是苏-57在进行无座舱盖飞行 整个过程飞行员都无比淡定 镇定自若地完成了整个飞行过程 最了解视频中的苏-57在地面上就已经将座舱盖取下 目的就是要在测试中检验在非正常情况下 苏-57因为某些原因丢失了座舱盖后 飞行员能够正常对战机进行操作和调整 有消息人士指出 整个画面中苏-57的机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一个058的字样 按照俄罗斯军方的习惯都是由1开始计数 这代表着该架苏-57是原机型之中的第七架 即苏-57已经进入到后期测试验收阶段 当然从苏-57的整个研发制造测试长度来看 确实是属于典型的新发后制 在美国之后开始对第五代战机进行研发 结果到我国的歼20开始服役量产 苏-57依旧没能正式服役 这里面到底是技术不足还是资金不足 我不得知 话说回来 目前敢在五代机上 尤其是超音速状态下测试无舱盖飞行 倒也只有俄罗斯人敢这么玩了 不过在感慨战斗民族的彪悍风格之外 整个无座舱盖飞行测试倒是有一些隐藏起来的内容 分析人士给出了两点信息 其一是在2019年俄罗斯举办的军队2019论坛上 俄罗斯空天军曾经提到过关于苏-57的开发进度 当时正在对该机的其他系统功能和发动机第二阶段工作进行研发 其二在同年的8月24号 俄罗斯联合飞行公司的总经理尤里斯·柳萨尔表示 苏-57正尝试改装成具备无人机驾驶模式的先进战机 从这两点来看 苏-57此次进行无座舱盖飞行测试 一方面是检测战机在经历突发状况下的飞行员操作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是在考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下 飞行员选择弹射出舱后 战机切入无人驾驶模式 衔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当然需要指数的是 不论苏-57此次无座舱盖飞行的目的如何 但是在驾驶高速飞行的情况下 进行这类操作往往需要十分高超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在今年年初 法国空军的一架双座阵风战机就进行了相似操作 但是飞到一半 飞行员就因为过度紧张 在飞机正常的情况下把自己弹射出舱 当然我国倒也有过无座舱盖飞行 在2013年 我国空军就有飞行员驾驶一架歼10A战机 在进行日常飞行训练时 发生了座舱盖掉落的情况 最终飞行员还是凭借着前挡风玻璃 减少了气流冲击 正常驾驶战机成功返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完全怀疑